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咱们今天来关注一下亚太地区局势 虽然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 新闻上来看 每天主流媒体播报的消息 好像没有什么大事情 双方好像一时半会打不起来 但是我跟大家讲 我关注到了几个小的细节 实际上从这个角度出发 中国还有美国两个国家 甚至包括日本 都已经在为战争冲突 做实质的准备了 注意是实质的 落在实处的准备 这种准备一旦完成 那个时候就会是新闻爆发 战争爆发的这样一个高峰期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 双方到底为这场战争 未来的这场战争 做了哪些准备 好 那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先看美国方面 为这场战争再逐渐做的一些准备 美国国内的一些细节的 经济方面的准备 我们就暂时不说了 我们主要说亚太地区的 那么5月24号 根据日经新闻的消息 有一条不是那么起眼的消息 让砖头看见了 怎么回事呢 说是美国军官透露 美国将会在日本进行 他们就是日本的私人船厂 进行他们战舰的维修保养 而且不仅如此 在未来的两年左右之内 那么可能会在日本建造 他们美军新的战舰 要知道这不是说在日本圈块地儿 我建起围墙里边的船屋 这些地方还是我们的 然后美军在这儿建 不是 这一次是首次 在美国的驻日基地 或相关设施之外 进行军队的维修 军舰的维修 同时在未来跟日本的 在日本建造的军舰 也是跟日本联合制造 而不是跟日本 你建块地儿 我美国自己造 这件事情的战争意味 是最浓郁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看现在的局势 老观众都知道 我一直说 日本是被美国解除封印了 但是封印之后解开怎么样 会有虚弱期 日本其实很多它的自卫队 很多学的是二战时候 德国玩的那个套路 对吧 各世界成立什么空军俱乐部 那么打起来了 一回国 全部都是航空中队 航空大队 全建立起来了 那么这个日本也是 日本的自卫队 基本全是按军官培养的 一旦要准备开战了以后 直接就十倍的扩充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俗话说的好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日本你没装备啊 你说什么枪吧 这些玩意儿 能藏的能掖掖的 你平时建好了 建成武库 自己藏起来 可能还没有人 什么人问题 到时候你武装陆军 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海军呢 你的没法藏啊 没地方藏啊 你又不像美国那样的地广人稀 在哪个鸡脚嘎嘎 擦点东西 可能还没人知道 你这个全被盯着呢 所以日本现在 即便说中国 马上对台湾动手 日本你真让它 拉出一些军备来 除了它明面上这些舰船 它实际上实力是有限的 它的军事实力 在目前 我披着眼睛 要不然杠钢得怼索 日本的军事实力上限很高 但是因为封印 它现在处于一个低状态 低能量运行状态 它现在需要恢复 我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那美军跟日本的联合造舰计划 包括在日本的这个舰船维修 实际上就是为未来的日本包兵 在做准备 暴是这个暴躁的暴 指的是这是游戏术语 就只是大规模的造兵 那听到这儿呢 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 春头你是不是为言耸听了 不就是在民营的企业造了一个厂 造了一个船的维修吗 或者未来联合造舰 那又如何 那问题大了 我们说美国海军 从二战后到现在 说是全球最强大的海军 我想没有人会有疑问 那人家的军港是众多的 不管是它的西海岸 还是它的夏威夷 还是其他的地方 它都有充足的修船的地方 那请问 它为什么要在日本 做这样的事情 你自己看个地图 你就知道了 在日本建立相关的维修基地 它一个是帮助日本发展它的造船业 可能进行一些合作 另一方面 它近 对吧 你从日本这个地方 你开回本土去修 一来一回燃料的消耗 时间的消耗 划不来的 那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未来的战争 一定是在日本的地区打 所以那么它修完了 还回来 这才是浪费 否则的话 人家正常是 人家本土是美国 来你这日本 完事的时候 人家回去了 没有何谈浪费 之说 未来战争 可能在任何地方打 那我要回母港去 待命去 对吧 所以这个事情的潜在逻辑 就是未来的冲突 一定是在亚太地区 咦 那你海洋是哪儿吗 那肯定就是台湾 所以这一看 就是近些年随着中国的造舰 像下角的 也是像下角的一样 往它造 虽然不说 后期会不会出现质量问题 但是至少目前来看 中国的海军舰艇 数量增长得非常迅速 那美军很明显 是在为防止 一旦开战之后 从前线撤回本土去修 太耗时间 有太耗燃料 就近维修在做准备 它需要让日本的民间的 一些造船厂的 这些技术骨干 这些修理人员们 能够熟悉美军的一些构造 一些结构 所以我相信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在日本的现场 但我们可以猜测到 参与美国军舰的维修的 这些日本的技工里面 一定绝不是这某家船厂 它自家的维修船 一定是有其他的日本 他们船业或者军方的一些人 集合一批人在一起 通过对这某一艘美国 因为美国都是一个型号 对吧 那么我对这一个型号进行维修 我就了解了你未来所有的主战的驱逐舰 或者是巡洋舰 你们的包括护卫舰 你们的技术规格 所以我修一艘 我就会修一百艘 甚至未来我也可以更加舒适的 或者更加驾轻就熟的 来建造新一代的战舰 双方在其他方面进行一个合作 这是第一点 然后做的第二个准备是 最近中国在中南美洲 包括在澳大利亚北部 进行了很多小动作 但是这次美国拜登 也跟巴布辛吉尼亚 签署了新的四项安全协议 其中包括他的军舰等等 军队可以进入这个地区 那我们来看一下 巴布辛吉尼亚的位置 它的位置很重要 拜登他有一个叔叔 就战死在这个地区 好像是飞行员还是什么 就战死在这个区 这个区域在澳大利亚的正上方 看起来好像跟台湾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这个地区 其实中国在这个地方花大力气 如果说中国在这个地方 能够部署一些导弹的话 不管是地对空还是地对地 或者是对其他的目标 那种导弹的话 它可以极大程度的牵制 美国的军队和澳大利亚军队的 这一个活动范围 如果说中国真的憋着 要一桶南海 都不止台湾了 他要拿下南海 最近跟菲律宾又在南海较劲的 如果他真的准备干这件事情的话 他可能真的要在这个地区 要做点什么 那么美国在巴布辛吉尼亚 签署了新的四项安全协议 就是提前预防 在法律层面 在国际道义层面先铺平了路 就是说如果将来真的要打 美国军队马上就要进来 在法理上没有问题 不给别人找什么边角 那当然了 这件事情肯定远远的比不上 咱们上一个说的 说是美国在日本修船 修军舰 肯定没有这个重要性 这是美国近期做的两项准备 那么中国方面其实也在做准备 但是中国的准备时间就更长 突然的近期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 唯一一个要说的 就是中国在大规模的退临还耕 做战略的粮食储备 但其实中国还做了一个长期的储备 是近期美国的一些 披露的情报所显示的 怎么回事呢 就是中国在太空上的这样一个投入 咱们之前聊到中国的航空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批评它 不是别的 一个是批评它的火箭到处掉 容易砸到花花草草 另一个就是美国的航空航空航天 像这个伊隆马斯克是吧 它的航空是可以形成利润的 说白了人家能挣钱的 但是中国的航空 你除了糟钱浪费民主民交之外 屁用都没有 所以我们一直批评它 劳民伤财 只是为了面子工程 但是最近的美国的一些文件显示 其实中国一开始这个火箭 或者太空技术从来就不是冲着民用去的 它是冲着美国的所谓的太空优势去的 那有的观众朋友可能听到有些不理解 美国太空优势那么强 你中国怎么还往上怼啊 美国的太空虽然很强 但是相比美国在地面 在空中 在海洋上那种更加绝对的优势 太空就算劣势了 毕竟之前世界上在前苏联垮台之后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跟美国的太空相提并论 相互抗衡 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发展就放低了 这被中国看到了一些希望 所以中国近些年一直在把明指明膏 往这个太空上砸 它的目的 那毫无疑问就是一旦开战了以后 它中国拥有一些可以变轨的 一些军事卫星 一些舰点卫星 甚至一些设施 可以从太空层面瘫痪美国的这个卫星系统 所以你仔细想想 这个星链 它真的只是民用吗 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 星链最可怕的点 就是你除非短时间内全面摧毁我的星链 否则的话 你就无法打破我的信息优势 这其实很可怕 我毫不怀疑 一旦开战之后 美国可能会全面征用 接用马斯克的星链计划 到时候什么服务协议部服务协议的 打起来了 什么都往后靠 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中国7000年一直在往这方面 包括它最近研发的一个超高音速导弹 都是基于这些理论 它在做战争的准备 当然一说到超高音速导弹 咱们就不得不说最近俄跌的优良反应 中国的粉红其实一直是吹嘘它所谓的所拥有的超高音速导弹 说我们的导弹多少时候马赫 好像是安全的情况下是6马赫 然后末端速度能有10马赫 极其的快速 一马赫是每秒352好像是350米一秒钟 那10马赫就是一秒钟3.5公里 确实很快 所以粉红一直吹说我们这导弹拦了之后 你们的航母 美国的航母就是一坨肉 我们如何如何牛逼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 中国的超高音速导弹 它抄了谁的呢 当然不是抄到美国的 美国自己也没有 美国最近在忙着研制 忙着赶攻 它抄的是它俄跌俄罗斯的 最近俄罗斯那边不出事了吗 说有几个专家泄露超高音速导弹给中国 就是干这事 中国是抄了它老毛子的超高音速导弹 但问题是你抄的对象的导弹 被人家美国北约的拦截武器 被人家乌克兰人给拦下来了 这就打脸了 而且很尴尬 你想象一下吧 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正旁边抄呢 我抄一题 哎呀 选A 选B 然后选完 还没选完呢 旁边监口老师过来了 他没看你 他看你旁边这个 你这题怎么全都错了 我给你判都是零分 你就懵逼了 那他是错的呀 那我还抄不抄啊 我这我这我这你抄一半了呀 那想哭了 对 有点那个意思 中国的有些粉红吧 他们就完全没有一个认知的这个辨识能力 听风就是雨 一说超高音速导弹 我们这速度10马赫 你这速度只有3马赫 你怎么可能打得下来 那我想请问人家是怎么干起来的 你是对着飞呀傻孩子们 我这真的是服了有些中国的粉红 对吧 老说你们的航母 我们怎么弹头 多弹头 多角度 集体攻击 保护攻击 你美国航母就沉了 您是对着飞的呀 人家航母一个战斗群 航母天上24小时 飞着各种各样的预警机 能探测 闷大的一个距离的那种预警机 人家自己上面还有无数的战斗机 还能携带各种各样的导弹 你觉得人家没有反制能力 你的导弹再快 人家导弹是迎着你来 人家不需要追你 懂吗 懂什么叫拦截武器吗 拦截不是说你跑10马赫 我跑12马赫 我能追上去把你干下来 不是 拦截是我跟你对着撞 只要我算准了你的飞行轨迹 我就能给你干下来 这考的是战术 考的是电子战 考的是这种信息方面的经验 你还真觉得你超高音速导弹 又怎么样了似的 你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对吧 就很多粉红都没有这个能力 说句题外话 前两天我看一新闻也够斗够呛 但是我没来得及 也觉得不值得给他专门做一期 怎么回事呢 前两天中国有一个粉红 穿了一身中国军装 当然我也不知道 他确定是粉红 还是说是是为了反讽 咱们不知道 咱们就别给人下定义 那么他穿了一身中国老的军装 就是绿了吧唧的 这两块红章 结果上街以后 被人家当成日本军装了 完了还进行训诫 勒令他要赶紧换掉 然后还有一帮中国国内的自媒体 哎呀我就不给你播了 那个看到我一样是寒毛夹断 那种尬死的那种状态 说一个中国人 你叹就是那种 露一个大头一个大脸那样 拿手机录的那种自媒体 你怎么好意思穿日本的 日本对我们造成那么大伤害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为什么要穿日本的军装 那他妈是你中国的军装 你小粉红 你连就是说连正常的 别说脑子 你眼睛也不好使 那怎么就是日本军装呢 对吧 等等等等 就是他们为反而反 没有相关的逻辑思考能力 但是咱们就吧 咱们海外聊这个事情 那肯定是要 就事论事来说这个事情 中国在做相关的准备 美国也在做相关的准备 等他们双方的准备 都做好了之后 亚太地区估计是要干一着 我们说过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 它的黄金时间就在这两年 不会再长了 为什么 再过两年 你拖到什么2027年 拖到什么2028年 到那个时候 人家日本就成长起来了 对吧 现在是中国的军事实力 在历史上而来 可能都是最强的时期 那随着中美脱钩之后 人什么叫脱钩 就是原本人家带着你一起玩 你把钩子挂在人身上 现在人家扒搭一脚 给你踹飞了之后 人家继续往前飞了 你失去了动力的来源 你就是跟现在 是跟世界最近的那一刻 以后只会越拉越远 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你说为什么 双方多得这样准备 近期真的要开战 这一两年之内 两三年之内就要开打 所以才做这样的准备 否则的话美军傻呀 所以他现在 虽然不公布相关信息 他是为了防止 世界金融的动荡动乱 产生一系列的潮汐效应 或者产生一些什么混乱效应 让他们的金融 让他们的其他的一些秩序 发生波动 人家不愿意遭受这点损失 蚊子的腿再小也是肉 所以才一直没有 相关的进行战争中的渲染 只要他们做好了准备 我告诉你 你等着看 新闻一夜之间 会铺天盖地的宣传 就跟当初俄乌战争是一样的 好了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分析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有什么观点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